嗨 又见面了 你知道今年的前四个月 国家一共出台了多少和房地产有关的政策吗 有70多项 而且各个地方政府的调控政策更是多达300多项 大家都希望能够提振持续低密的楼市 其实从2021年底开始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就开启了一路狂跌的模式 无论是销售还是投资都在下滑 而且库存积压的问题是越来越严重 一据研究院有一份报告就显示 在今年3月份 全国100个城市的新建商品住房 去户存的周期都超过了25个月 也就是说这些城市需要用两年多的时间 才能够把现在的新房都给卖出去 而正常情况下只需要一年多的时间 不仅是新房卖不动 到4月底 全国14个城市的二手房挂牌量 也几乎是成交量的20倍 为了稳定房地产市场 国家其实也陆续出台了很多的政策 但效果似乎就没有那么理想 比如说广州 它已经算是一线城市当中 对于限购的松绑力度比较大的了 但是从去年6月份开始 广州的一手房房价已经连续10个月 环比下跌了 现在也有些新的办法来帮助去库存 比如说很多城市其实已经开始推行 住房的已旧换新 操作流程是这样的 首先购房者开发商和二手房中介 要签订一份三方协议 那么购房者在确定了想要买的新房之后 可以先交一部分定金给房企 用于锁定这套房源 那么中介公司会优先的帮助这一批购房者 卖他们的旧房 在约定的期限内如果卖出去了 那么购房者可以继续购买新房 而如果这个旧房没有卖出去呢 开发商就需要退还金金 但是另一方面 这个方案其实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因素 比如说购房者可能会被要求 购买指定房企的新房 选择的范围是有限的 又或者说呢 在一些二手房市场不那么景气的三四线城市 你的这个旧房子能不能卖的出去还是个问题呢 不确定性是很大的 除此之外呢 一些地方的国资企业还有城投平台呢 也打算出面将卖不出去的房子收储之后呢 改为保障性的租赁住房 还有呢 国家其实也在考虑未来要不要成立一个全国性的房地产平台公司 用于收购各地的烂尾楼 但是要政府来兜底意味着又要加杠杆 这其实对于本来花债压力就不小的地方政府来说 操作的空间并不大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 即便说有人收了这些房子 但是谁来买呢 如果没有人买 那么这个高库存的问题还没有被真正的解决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和房地产有关的深度内容 其实可以关注一下本周财新周刊的封面文章 再起房地产